这个中国之星是一个水滴形全世界最大和最完美 是老公送给我的礼物 在联用精彩八千多万买到 情人节当天向左郭碧亭没有任何动静 没想到向太向华强这对老夫妻塞了大家一嘴狗粮 向太绣了老公当年送给自己的钻石项链 据说这是全世界最大最完整的一颗水滴形水晶项链 当年拍卖的时候向华强花了八千万 眼镜都不眨一下就送给了向太 向太为其命名为中国之星 成为钻石史上第一个中国人命名的钻石 注意向太描述的时候向华强看对方的眼神 真的不要太宠爱了 这样爱的感情就连儿媳郭碧亭都羡慕了 难怪这么多年过去了很少听到关于向华强的绯闻 毕竟向太遇到对方时向华强正处于低谷期 向太不离不弃陪对方创立公司 事业重大后帮忙打理其下业务 正是有他个人的能力向家采用如今的地位 就连向太本人也说过 如果看到老公带任何一个女生回家 或者跟任何一个陌生女生吃饭 他会立马选择离婚 敢爱敢恨的像太自然会喜欢郭碧亭这样的女孩 对儿媳的宠爱就连儿子都在吃醋 看到这你喜欢他们吗